白天他是计程车司机 晚上他摇身一遍成了学生 迟来的读书机会 他相当珍惜 从不缺客 读书这一块 我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少 他有七个孩子 七个孩子 不知不觉就来了 好像有时候没有很近 近我们的份去做 可是有时候睁一眼鼻一眼 他还是慢慢长大 九口之家 当中八位得到慈祭新雅奖学金 郭敬顺运命转人生的甘愿人生 郭敬顺运命转人生的甘愿人生 郭敬顺运命转人生